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不要补 到底用什么方式补 那么哪些人可以补 哪些人不能补 补可以乱补一通 到底这些学问在哪里 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美女医师 罗佩玲医师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罗佩玲中医师常受邀上各大电视 以及报章媒体 发表中西合璧的医学知识 甚至还出书成集 希望大家吃得健康又美丽 大厨李耀堂人称小黑师傅 得过许多奖项的殊荣 目前任教于南开大学餐馆系 将厨师的专业与品德 传递给优秀的下一代 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会不会进补 我们家还是我 你 比不 我三餐都在补 只要吃进来就在补 看得出来长得很富强康的 所以补真的是要补对 也会变漂亮 不错了会变成怎样 你要说不错的话问题很多 这个千万不可以制造问题 那我们先让小黑师傅做料理 你要今天做的料理很特别 对 刚才你还要请罗佩玲医师 鉴定一下对不对 好 那我今天有做一个大补汤 这个大补汤在我们家的话 会一个月拿出一次 会出现一次 这是你自己调配的吗 不会 没关系 我就跟中央航就说 你这样加起来五十块就好了 对 用价钱来 对 其实它里面的话有一点 我们要让那个罗佩玲医师看 说这个真的是一年四季可以吃的吗 其实因为我们一般人 在东令进补的话 比较着重大概就是一些补气补血的 所以这两个一个当归一个首帝 它其实是四季汤里面 还蛮重要的两个成分 所以一般四季我们讲说补血 所以这补血的有了 这是黄芹 黄芹的话是补气的 然后一般红黑枣一起搭配 因为红枣比较入腥跟皮 那黑枣的话比较是入腎 它们其实是同一个植物 只是它制作过程上面 这个均过熏制 所以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香味 对 然后这边的话是那个川球 川球的话也是我们补血的 就是四季汤里面的一个常用的成分 那枸杞的话我们讲说补肝肾 那这个的话柜芹 比较适合在冬天的时候 这一味就比较适合在冬天 那夏季的话 夏季的话也可以加 但是你的比例上面要少一些 夏天可能量就把它减半 然后冬天的话量可以多一些 让你来制作 其实这也算是一个补的吗 对 那这一道菜的话 就有点像快炒的 我这一道菜是脆炒山药百合 加了这个 这是当归跟枸杞子 但是这一道菜因为它是快炒 所以你的当归要适当就好 不然这一道菜会变苦的 OK 然后我们就来那个 来请罗佩玲医师来教我们 好的 来 大家要认识一下 那么冬令静谱它到底 好处在哪里 其实我们讲说冬令静谱 大概是从立冬开始 那立冬的时间如果是国立的话 大概就是11月6号 7号左右 大概是那个时间 就是每一年的时间 现在我们如果是冬天 那可能就是在某些地方 他们进入夏天 他们就不要了 对 就是以我们就是北半球的地方 然后时间的话 就是用农民力上面的时间来算 那所谓的立冬的话 它其实是冬天的开始 因为我很多朋友他们都误会 他们都以为那个冬至 对 是冬天的开始 他觉得冬至是 至是到达的意思 他就觉得冬至是冬天开始 其实不是 还能进步 不是 冬至是冬是急 它的至是极致的意思 它所以 它是从立冬开始进入冬天 然后呢 搞错了 对 然后是到冬至的时候 是冬天的最极端 最极的 然后过了冬至之后 一养生就开始 阳气就旺盛了 所以那个冬至的话是 白天最短 晚上最长的时候 但是进入冬天是立冬 所以说我们是要在立冬的时候 把身体调养好 然后你才有能量去迎接这个冬至 对 所以我们一般开始吃补的话 是从立冬的这个时候 好 那么就是说 可以就是说 把自己身体储存好能量 然后迎接 那但是现在因为地球暖 都很热 是不是 那有的时候你进补的东西 也不能够太 对 要吃得对才 因为以前是有个讲法叫做 冬天进补春天打虎 因为以前的人 其实大家想说过去人 他真的那个生活环境比较辛苦 以前是农忙的社会 对 那你其实从春天开始 夏天秋天 一直都在忙 忙到冬天好不容易 开始天气变凉了 好农忙结束 因为我们总一讲 春生夏涨秋收冬藏 那冬天就是一个收藏收饮的季节 那这个时候就要吃一些 比较就是 比较新温的 或是一些比较 那热量比较高一点的食物 等于说是储存你身体的能量 那过了冬天之后 你才可以在新的一年 有好的一个体力这样 有好的体力 又可以让你忙碌一整年 对对对 那可是因为现在的人 其实都营养很好 对 现代人就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农业社会的状况 天天忙 天天忙 但是现代人的忙是比较静态的 可能就是在办公桌啊 室内的活动比较多 其实已经不是那种劳动形态的工作 那变成说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所谓营养不足的一个情况 中医有一句话是说 所以你在冬天的时候 还是要适当地去含养你身体的一个精气能量 到春天的时候才不会因为说这个状况 因为春天那个气候变化大 我们讲说病温的话 就是讲说很容易会什么流行性感冒啊 肠病毒啊这一类就是会被传染的这种疾病 因为抵抗力变弱了 对对对 所以还是要在冬天的时候 适当地做一点点的进步 好 好 好 这个就是说适当 不要过度了 对对 那也有的人体质它真的不适合补吗 我还记得人家就是说 生过孩子以后要吃这个十全大补兰 我只吃了一次 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碰那个东西 我吃完以后 我所有的关节都好像虚脱一样 就整个人就是变成虚脱状态 他们就是说因为你的体质是很热的 你不适合补 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说法 对像我之前也遇过一些产妇妈妈 他们就是生完小孩之后啊 就是有月嫂帮他们坐月子 就说一定要吃什么麻油鸡啊 就每天都蹲这些很补的东西 结果开始就是易怒烦躁 口干舌燥流鼻血便秘 要不然就是皮肤起疹子 一肚子火 是不是 皮肤起疹子 起疹子 就是过敏啊 这些都有 所以有时候真的你补不对时间 补不对食材 其实或是体质上面没有看准的话 其实都会补出问题 所以刚刚爱真姐问说 那补不对怎么办 我说问题很大 问题很大就像 你刚刚讲的这些现象 还算是好一点 如果说是继续再补的话 那真的就是会产生 产生后遗症很大吧 其实你自己什么体质 最好是找医师帮你 对 就是最好是有医师帮你 就是如果像是产后啊 或是一般特殊体质的人 我会建议还是有医师帮你开厨房 先早一先开 用了现在的进补的话 还是有所谓的一些轻补 轻补 对 就是一些比较轻补的方 就是像那个 比较容易上火的人 你可能选择那种中药材上面 你就选择 那因为像比较 大家常用的话 人参 人参对很多人来讲 是完全不能通 对 就完全 有些那个体质比较燥热 一吃就上火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其他的参 像是西洋参 西洋参就比较不会有上火的问题 其实有替换啊 就是说还是起 对 它是可以 就是换其他的药材 或是我刚刚讲说 比例上面的调整 像是如果是桂枝 你就把桂枝的量减少一点 或是像干姜啊 这种比较会温热的 或是有一些那种就是有一些药里面会放一种 那个补烫里面会放一些花椒啊这一类的 或是一些什么核手屋啊肚重啊这些 其实它比例上面都可以做调整 对对对对 所以首先还是要请医生看过 然后适当的紧补 千万不要翻书 就是人家什么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那时候不适合你 好 那么 哇 您的中药已经下去了 对 因为我的大补汤需要一个时间 下去做一个煎补的 好 好 大概是要20分到30分钟左右 通常是这样 它才能够释放它的药材 对 那它其实它很简单啊 就是我今天的牛磅我因为没有去皮 那把它刷干净之后把它切成条状 那我今天还有加了药果 药果也很营养 对 而且它是油脂最好的一个来源 那你药果就是买生的也不要买油炸 就是生的 然后它也适合炖汤 加一点干香菇啊 然后玉米 玉米的话可以增加汤你们的甜味 对 香甜 对 然后我再加一点那个皮丝 然后这个你就要炒这个菜了 对 炒这个菜的话 因为我刚才讲说 我的这个蛋龟就不要下太多 当然我先把它的 一点点耶 对 它的香味而已 是 那因为太多汤会变苦的 对 那我先把它味道煮出来之后 再把它倒起来 倒起来再用圆锅下去 做一个爆炒豆 等于你先把那个味道先煮出来 对 然后变成我等一下会加水 就是用这个要这个 我煎好的这些水下去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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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来请教罗佩林医师 像有些人他真的就是 你不要跟人家去瞎 它其实是不太适合进骨的 会有这样吗 像是感冒的时候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体质 你感冒的时候都不要吃骨 好 好 好 那个是比较有听到过的 对 然后尤其是热感冒 就是我们讲说你是喉咙痛 发烧 黄鼻涕啊这些 它就是一个发炎的一个症状 所以就是感冒的时候也不要吃骨 好 好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些那个 发炎的症状 各个地方的发炎都不要吃骨 都不要 不管你是现在是胃发炎啊 或者是尿道炎啊 肾脏发炎啊 就各个位置 只要你现在正在发炎的状况 因为我们补的话 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温热的食材嘛 所以你就是进补的话会加重这些发炎的反应 然后再来的话就火气大的人 火气大 对 长两条啊 还有嘴巴破 嘴巴破啊 便秘啊这些 嘴巴苦啊 口苦口臭啊这些 这些人的话就是你本来的体质 其实就是热性体质的人 就不适合随便吃补 然后再来就是有皮肤问题的 像我们讲说我们有痘痘 除了痘痘之外还有皮肤的湿疹 湿疹在发作的时候其实也不能吃补 湿疹是有时候也是免疫力下降啊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乱补的话 它那个湿疹会发得更严重 还有是蕴马疹 就是皮肤过敏起蕴马疹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不能补 还有一个族群就是不建议随便乱补 就是有那个三高的族群 高血压的 尤其是高血压 对 高血压的话 因为中药有一些药材 它在你如果血压控制不好 像人生类的 如果你血压控制不好 你又吃了很大量的人生 它会让你的那个血压变得更高 所以就是对 所以就是这个途群 我们就不介意乱补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血糖嘛 那血糖控制 对 血糖控制不稳 当然饮食上面要好好做控制 不能乱补 那就是高血脂 因为很多补的药 其实里面都加了很多的一些 如果它用一些什么肉啊 这些去蹲煮的话 油脂的含量很高 也不适合高胆固醇的人去使用 这样子 好... 那虽然说是素食 但是也是要自己要注意到 对... 因为这个三高... 千万不要自己乱裹 好 那么像刚刚那个碗香玉 碗香玉筍 对 我们罗佩玲一直说 他也是没看过 对 这个其实上就是亦来香的花 对 那实际上有人讲说它是霸果螺筍 对 那实际上它是亦来香的那个 嫩 对 它开花的这个筋梗跟一个花苞 那这样吃起来像芦笋的感觉 看起来也像芦笋 对 吃起来像芦笋 它没有那个亦来香的味道 因为我今天炒的话 我是用苦茶油 对 所以等一下苦茶油 像在... 我在爆香的时候 都苦茶油的味道 对 对... 为什么麻油一定是要放在 中韵进补它之后 对 那但是那个上火起来不是很不得了 对 其实麻油的话 因为它如果你没有去爆炒它的时候 它是比较平性的 是 但是经过爆炒之后 它就会变成比较容易上 对 好 用苦茶油就比较安全 所以像您刚刚在讲 有些人族群 它是不可以随便乱补的 但是它这道炒的菜 它都比较是轻补的 就是你讲的轻补 它只是一点点的枸杞跟那个 刚规的调味而已 因为它其他选的这些食材 也可以算是药材啦 它是比较平和一点的 好像是白果跟百合 对啊 这两样 对 它是比较顾沸的 顾沸的 这个很好 对不对 然后这个西食穿饿也是 对 它是比较入肾 但是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 所以对于有一些可能比较 像肥胖族群啊 或者是血脂肪高的人 其实还满适合吃草油 因为它的那个高鲜 然后饱足感很足 然后它又是我们那个 鞋罐里面的清道夫 所以还满适合就是 用一个清补的方式做料理 清补 所以说你说像有些人 这个三高的人 他又觉得说 他又觉得家人觉得 他应该要吃点好的 因为大家都在进补 他没有 就可以给他吃这个了 对... 来 那这个呢 就让它清炒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吃了耶 是 那我现在加一点盐巴 不要太多 对 盐巴只是略略的给它一点血味 好 然后加一点玉油 玉油 给它有点酱香气就存在了 但是不要让它有颜色 对... 那我把这个... 真的喔 枸杞 对 我刚才是用... 一点点啊 对 先煎骨 再把它药性给它煮出来 现在这个骨骨跟那个当归的味道 已经都出来了 对 那我们就给它 迅速地爆炒一下就好了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吃了 当然 对 好棒喔 好 我们来清补一下好了 我的天啊 脆手 百合芦笋 是 其实我们人的体质 你知道分做几种吗 讲 跟医生报告考试一下 人的体质分几种 寒凉 寒凉 还有什么 阿杉 阿杉 简单的区分 我们是讲寒热虚实 寒热虚实 它可以是虚热 虚热 也可以混合 对 或是食热这样子 所以它有一些 而且现在人大部分基本上是 混合型的体质比较多 对 就是后天有时候 因为现在的生活环境 就是大家喜欢可能吃一些 冰冷的东西 对 然后又喜欢熬夜晚睡 是 就变成说下面因为吃冰的嘛 是 子宫啊 这个地方比较寒 然后你熬夜晚睡又虚火 辛苦就上来了 晚上睡不好 亢奋 口干舌燥 嘴巴破 然后女生生理期来的时候又越筋痛 腰酸背痛这样子 我真的是虚火 虚火 虚火 然后罗丽 罗贝林医师说这个比较麻烦 真的比较麻烦 对 因为虚火的人不能补 吃补会上火 那吃寒的话人又会不舒服 那怎么办 只能用平补的 平补的 或者是用轻补的 那这个是算平补吗 对 它比较算是轻补 轻补 这个是皮 这是重补 所以我们真的是看自己的体质 对 还是要看自己的体质 来去做一个调养 因为中药是学问很大 对不对 好 那么像有很多的胖子 胖子 很胖人 我发觉他们冰冰凉 他们就讲说很多胖子的人 他们那个新陈代谢不好 他们反而是所含良心的人 有一些胖的人 他确实还火气蛮大的 是属于燥热性 但确实也有一些 那种比较胖的人 他们是属于虚胖 虚胖 对 然后我常见 大概都是女生虚胖的比较多 他很寒凉 对 然后你就是他 可能是因为工作劳累 现在的人因为可能工作都太忙了 三餐不定时 对 然后白天都不吃饭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就下班就大吃大喝 我就是这型的 对 因为早餐吃不太下 对 然后有时候 然后中间一忙 中午也不吃 可是到晚餐就会吃很多 想要补偿一下自己 小黑师傅可能自己是厨师 所以营养有均衡到 像我很多病患 他们就是说 我都已经十点下班了 然后就买不到吃的 就只能去买素食 24小时开的素食 然后就是吃什么炸的 很容易就是体重就开始狂飙 然后月经就开始不睡 然后手脚冰冷这样 很多很多这样子 对 女孩子就是这样 所以讲的是真的大部分人 出现的现象 所以就是第一个要改变你自己的饮食 对 所以其实我们讲说一个冬令进补 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说在冬天的话 除了进补之外 你可以做好说平常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调养 所以是要吃健康的一些食物 对 吃对啦 就刚刚在讲说吃错就更麻烦啦 就请医生帮你看一下 对不对 问诊一下 问诊一下 好 我已经知道我虚热了 虚热 好 首先其实虚热 像我这样子虚弱的 虚热的女性还满多 对 这是虚火旺 虚火旺 虚火旺的话又更容易见到 大概是在更年期前后的女生 那医师像我这个大补汤 我是煮原味的 我连调味都没有 这样OK吗 OK 像我自己平常的话 我煮这种药膳汤 我也都不加盐 我就是直接用中药材 对 然后加一些天然的食材 像我有时候会加菇 加菇 我喜欢加菇 因为菇比较有口感 你们有剁糖体 然后甜分会跟它混合在一起 对 就是会等于说是它有一个口感 这样不会说只是喝那种药汤 对 好像在喝药的感觉 对 或者说也可以加点上那个红萝卜 红萝卜 红萝卜 是 好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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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有什么问题 不是 像我们这样子的体质 不管是虚寒或者虚热 好 我们也可以像现在要好冬令进步 我们吃对了这个中药的汤 我可以再趁这个时间 调养让我的身体达到一个平衡吗 可以 其实可以 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因为为什么冬令进步 因为我们夏天的话发汗 对 把我们身体的毒素排掉 还是在冬天的时候 你吃些好的食物进去 等于是补足新的一些能量 在里面 然后在新的一年 就可以让你的身体的免疫力 更提高 所以这是刚好趁这个机会 是 那我们像就是不要自己乱补 但是我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 来调养我们的品质 对 好好变平衡 好有学问喔 你耳朵不是作茧 好 那大家终于了解了 好 我们来加油 在冬令进步的时候 不是补而已 是 趁此机会来调养 把我们的体质调整好 没错 好 来 请用 这个你都可以吃的对不对 这个比较没有炒那么久 所以它的口感都是脆的 它真的有越来香的味道 有没有 好香有吗 越来香 有啊 到哪里买呢 传统市场 要几点去买呢 不要睡太晚 真好 谢谢我们的罗拜林医师 谢谢小艾师傅 感恩 谢谢 好 谢谢 脆炒山药百合 材料有山药150克 百合50克 百果35克 穿饵25克 碗香玉笋100克 枸杞10克 调味料有 苦茶油2大匙 印油1匙 盐少许 做法是 山药去皮且滚刀 碗香玉笋 挑去粗叶剥成小段 起锅加入一杯水 当归 枸杞子熬煮出味道之后取出 另以苦茶油起油锅 加入碗香玉笋炒香之后 再加入白果 百合 穿饵拌炒 接着加入盐巴 印油 即熬煮好的药汤 烧煮一下就可以了 大骨汤 材料有皮丝50克 牛棒100克 腰果20克 香菇25克 玉米100克 姜15克 调味料有 当归2钱 青旗5钱 熟地2钱 穿穹2钱 红枣3钱 黑枣3钱 桂枝2钱 枸杞3钱 做法是泡软的皮丝 剪成小块 姜切片 牛棒不去皮切条 玉米切块 将所有的中药材放入滚水中熬煮约10分钟 再加入所有的食材继续熬煮约20分钟就可以了 音乐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